Hello everyone, this is Werenice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 一个礼拜两篇 单列时事也了解新闻英文单字 那今天是5月22号 我们每周固定E3上架 在影片进行途中 我会教各位英文单字的记忆方法 以及英文长句的阅读技巧 有效地解决各位单字 记得就忘哦 阅读读不懂的学习痛点 今天会学到单字如下 那当然会学到谴责 这边这个新闻用到三个 跟谴责有关的单字 那当然民主跟独裁者的英文 阻碍和平 形象遭受打击的 这些单字英文怎么说 今天的阅读技巧 我们会学到名词 加上where and as 这种断句的技巧 在YouTube连结底下 我有放上两个连结 第一个连结是相当的有趣 这个是我把全部的单字 影片今天我大概整理了 47个单字 我把它弄成一个 免费的小测验的游戏 那欢迎各位游戏做完之后 你就顺便复习一下你的单字 那第二个连结是 这是这份讲义的 讲义连结 那欢迎各位下次来收看 搭配讲义效果加倍哦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video let's have the lesson in practice Russia and China hit back at a G7 that saw them as a threat Moscow and Beijing lashed out against the Group of Seven summit in Hiroshima where leaders of major democracies pledged new measures targeting Russia and spoke in one voice on their growing concerns over China Meanwhil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accused G7 leaders of hinder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aid the group needed to reflect on its behavior and change course China's image in Europe has taken a severe hit over the past 15 months as leaders that have watched China's Xi Jinping tightened ties with fellow authoritarian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even as Moscow's invasion sparked a massive humanitarian crisis and Moscow's leader was accused of war crimes by an international court And here comes the title of this article Let's check it out Russia and China hit back at a G7 that saw them as a threat 好 那先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单字 这个单字是threat 那threat这个单字就威胁 那如果各位造成威胁 各位动词会用到pose这个单字 那看一下标题的部分 它说Russia 俄罗斯 and China hit back各位这两个单字一起看 就是回击 在哪边呢 在这个G7 这个七大工业国的回击 那各位这个七大工业国 是什么样的工业国呢 后面出现的形容词 在形容补充说明前面的G7 这个G7是 so them 是他们 当然这边指的就是 俄罗斯跟中国 为什么呢 为威胁的G7 And here comes the first sentence Let's check it out 第一句还蛮长的哦 我们先可以利用到斗点断句 在这边 哦 斗点 各位后面还加上一个where 那各位这边复习一下 名词加上where 它其实也是一种形容词的概念 好 断句完之后呢 我们就先看到这边哦 lash out lash 各位这个单字斥责 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slam这个单字 也是斥责的意思哦 summit 这个单字是高峰会 那summit蛮好记的哦 这个各位你看那个mm 对不对mm这个很像是那个山哦 两座山哦 所以summit这个单字有高峰会 看一下单字的部分哦 所以就是莫斯科还有北京哦 lash out 这个抨击 对着什么那个抨击呢 对着group of seven 这个就是G7啊 七大工业国组织的summit 高峰会 在那个Hiroshima哦 在这个日本的广岛 那接下来看一下斗点后面哦 各位呃 在这个句子呢 从这边到这边哦 其实还蛮长的 我们可以利用到这个end 来做一下断句 断完之后就剩下这边 那我把颜色稍微做一下调整哦 那个major这个单字是主要的 各位它有主修 democracy 各位这是民主 那各位democracy 各位你看就前面demo哦 你可以拿来展示的democracy 民主 那如果说前面改成auto 各位auto是自动 也就是说你只有自己而已 autocracy 这个叫做独裁 所以democracy autocracy各位 那plage各位这单字是保证誓言 那它的同意词就很像 不是同意词啊 跟那个please长很像 请发誓 有没有 please pledge 那还有另外一个发誓是vow 那vow跟哪个单字又长很像呢 就是vow 所以please pledge wow 各位这几个单字呢 都会跟保证发誓有点关联性 那major这个单字是方法措施的意思 target是以什么为目标 好 看一下中文的部分哦 所以在这个七大工业国 在这个Hiroshima 这个七大工业国呢 在这边哦 领袖们leaders of major democracies 主要民主的领袖们 plage誓言哦 发誓要有新的majors措施 针对谁哦 那各位这边呢 名词后面加上ing哦 其实各位从这 我换个颜色哦 其实从这边到这边 又是一个形容词 各位这个是名词 加上ing的一个概念 它在补充说明什么呢 它在补充说明前面的majors 所以各位这个措施是什么措施呢 针对Russia 针对俄罗斯的措施 好来 OK来 那接下来看一下ing的后面 那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concern这个单字是担心担忧 好来 那看一下中文的部分 那他们就是说spoke 说话 in one voice 各位这三个字要一起看 in one voice 就是用一个声音 那全部各位你知道七个 结果只有一个声音 各位那就是立场一致的意思 那在什么地方呢 在他们growing 逐渐升高的concern这个担忧 那这个担忧是针对China的这个担忧 alright ok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second sentence 这个第二句呢我们倒是可以利用连接词end来做断句 各位在这个位置 好切开完之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单字 首先第一个单字是ministry ministry这个单字就是什么什么部 好各位来底下做一下单字补充 minister就是部长 那各位这个单字呢它是这样 你认真看前面是不是有看到mini mini就是一些小事 就是这些部门都在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事 各位知道 那专门在管理这些小事的人 各位知道就是部长 各位还有一个单字里面也有mini 你认真看 administration 各位administration这个单字是管理行政 各位那你知道就是一个 都是一些杂事都是一些小事 所以各位这三个单字 ministry minister administration 各位这三个单字不妨 各位你可以一起记它 下一个单字是accus accus这个单字是指控还有谴责 它还有控告的意思 那这边我们总共学到三个字 accused slam the lash 各位slam这个单字我并没有讲解到 但是它出现在文章里面 我就帮各位整理出来了 那下一个单字是hinder hinder这个单字是阻碍 那各位这个单字算好记啦 你只要认真看前面是不是有看到hinder 就是这个单字behind 就是behind就是在后面有没有 在后面扯你后腿的人 behindhinder各位这两个单字 各位可以一起记它 我再额外补充一下 hinder各位这个hind 其实呢指的就是一个动物的后半端 所以hind leg各位这个就是那个后腿的意思 那看一下中文的部分呢 它这边就是说 China's中国的foreign ministry外交部 accus的指控啊 就是谴责啊 谴责这些g7的这个leaders g7的那个leaders 那这些谴责什么呢 各位accuse of谴责什么事情啊 谴责他们hindering阻碍了international peace阻碍了国际的和平 那接下来看一下and的还原之后 这些单字啊 第一个单字是reflect 这呢深思反应还有反省的意思啊 那各位behavior 这是行为举止 course这个单字很有趣啊 意思相当的多哦 有路线还有一道菜 但是其实各位你要知道 像这种都跟一条线有关系 路线就一条算 一道菜也是按照顺序上来的 课程更不用讲 从第一周到最后一周 ok 好来那接下来看一下and的后面 他就是说那就外交部长 中国的外交部长就说 说是什么呢 这个团体啊 哎呀你们这些团体啊 你们这些人啊 你们这7个 好好的需要去反省一下 reflect on its behavior 反省一下你们自己的行为 并且你们要改变change course 改变你们现在的一个路线 and here comes the final sentence China's image in Europe has taken a severe hit over the past 15 months as leaders that have watched China's Xi Jinping tightened ties with fellow authoritarian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even as Moscow's invasion sparked a massive humanitarian crisis and Moscow's leader was accused of war crimes by an international court 好各位那这个句子相当的长 真的是oh my god的这个句子 那各位他这边 我们也可以先利用到连接词ers 来先做一下断句 那断句完之后就舒舒服服 就看一下这边 image各位这是形象 那加上ine变成imagine imagine变成想象 各位这两个单字 你不妨一起记到 image imagine 那take a hit 这个是遭受打击 severe这个单字是严重的 非常有趣一个单字 我跟各位讲 你只要把一删掉 是不是叫做sever sever各位就是切断 今天这个东西你被切断了 当然就非常的严重 颜色的单字 还有一个单字叫several several各位晓得了 就是一些几个这样 那各位你知道 就是一个东西你把它切断 它就变成好几个 一条香肠切断 就变成五块香肠 各位你懂那个意思 所以各位这几个单字 你不妨一起记它 sever sever several 各位这几个单字 接下来看一下中文的部分 China's image 中国的形象在哪里 in Europe 在欧洲 那has taken 已经 从这边到这边 倒是要一起看 has taken a severe hit 遭受了severe 严重的打击 在什么时间呢 over the past 15 months 在过去这15个月 好接下来再看一下 us的后面这边 那各位我们就看到哪边 各位看到斗点的前面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解决 就是从黄色框框的这个地方 先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titan 这个单字是紧固加强 fellow 这是同事的同伴 authoritarian 这个是独裁者 各位这个单字我稍微讲一下 把后面这个tarin删掉之后 就会剩下author author是作者 那各位你要知道 作者针对自己的作品 拥有authority 最高的权力 对这是这个东西 是我写出来的 当然就拥有最高的权力 权力太大 就变成authoritarian 所以各位author authority 还有authoritarian 各位这三个单字 各位不妨可以一起记它 接下来来看一下中文的部分 那就是因为us leaders there 在那里的领袖 have watched 已经看到 各位这个是有完成式在里面 那但是各位完成式 我有做一个挂号 对我们中文理解不大 所以我没有特别讲 那看到中国的China 习近平 习近平 titan加强了 他也是加强关系 跟谁 with fellow 跟他的同伴 这个同伴是谁 authoritarian 独裁者的 Russian President Vlemir Putin 这个俄罗斯的总统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斗点后面的位置 非常长的一个句子 那各位我们这边 还是可以利用end来做断句 断完之后就剩下这边 所以接下来各位 这个句子的第三部分 就处理这个部分 先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invasion 就是入侵 spark 这是引起导致 同一字 各位trigger 两个单字一起其他 massive 这个是巨大的大量 各位这个单字 它特别指 就是体积很大 OK 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别 因为他有个孪生兄弟 各位这个叫做mass mass也是大量的 可是各位mass 指的是数量多 天啊 各位英文这个语言 非常喜欢分类 分的还很细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学英文会学的 学的 有时候各位 不是你学不好 而是他的逻辑 有的时候不是 如果没有老师特别讲 你可能不晓得天啊 原来这个语言 连这个也要分 OK 你看各位 你看 白白都是大量 它偏偏要分成数量多的 跟体积大的 OK humanitarian 这个真的人道主义的 好 来那接下来看一下后面的部分 甚至呢 Even as 莫斯科的 invasion 莫斯科的入侵 那当然入侵就是指Ukraine 乌克兰的部分 Spark 引发的这个massive 各位知道 你这个就是体积很大 巨大的humanitarian 人道的crisis危机 好 接下来换到and的后面 就是看到最后一个部分 各位这个句子相当的长 我们总共把这个句子切成了四个部分来做解释 accuse 这个是指控 court 法庭 各位大家有球场的意思 那底下这个单字呢 crime 这个单字是犯罪 我教各位怎么弃这个单字 哭啊 我哭出来的犯罪 crime 各位你看哦 后面都有me 好 下一个单字是extreme extreme就是extra 各位你知道 extra就多出来的 多了一个我出来 厉害吧 极大的 各位极端 各位我的人格多了一个出来 有没有很极端 超极端 对不对 那下一个单字 各位很有趣啊 super me 这个单字叫supreme OK 呃 就是我很厉害 有没有 至高无上 所以各位 crime extreme supreme 各位这三个单字 各位可以不妨一起记他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最后一个部分 他说莫斯科的这个领袖呢 was accused 各位这两个单字一起看哦 被被指控为什么呢 我war crimes 战争罪犯 被谁呢 被international court 被国际法庭指控 战争罪犯 好 以上我们来做一下单字的一个补充哦 首先第一个单字是谴责 谴责今天我们学到三个单字哦 slam lash accus 这三个字 第二个字呢是民主跟独裁者哦 那民主叫democracy 独裁者叫authoritarian 阻碍和平 hinder peace 形象遭受打击哦 image take a severe hit and here comes the final part of this video europe has taken a severe hit over the past 15 months as leaders that have watched China's Xi Jinping tightened ties with fellow authoritarian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even as Moscow's invasion sparked a massive humanitarian crisis and Moscow's leader was accused of war crimes by an international court 哇恭喜各位又看到最后了哦 真是非常的不中意哦 佩服佩服 那各位看国际新闻呢 那其实看各类的新闻 我们都可以学到不同作者写出来的角度跟观点 角度跟观点的英文叫做perspective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